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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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么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 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 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 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 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 眉目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 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 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底下 站在你身旁 来 阿飞哥这边 这是我们的布景 这是阿飞哥 我从星天请来的大神 以后担任咱们的现场组长 阿飞哥 你好 飞哥 见过 见过 以后大家在现场 请服从阿飞哥的指挥 这是晓晓给你当副组长 阿飞哥好 以后现场就全靠你们了 你这租的是全上海最便宜的棚吧 是 是最便宜 且能用的棚 这个只是有点漏水 前两个都塌了 阿飞哥 我们预算少 委屈你了 我阿飞是谁呀 像当初我在破棚 顶着五十度高温 拍节目的时候 你还没大学毕业呢吧 不是让你当现场吗 怎么把他给请来了 我这经验跟星天大神 还是比不了 什么呀 你跟他那样 别浪费时间 快过去吧 晓晓 加油啊 小伯 跟你说个事 那个雷导演过来了 他在酒店呢 说想参加我们的拍摄 他不是已经推出了吗 就是 是 他 他这不又反悔了吗 然后求我 我就答应了 不 我觉得这人挺逗的嘛 他刚刚爱飞不要我们的节目 他就走 现在看彼岸于要我们节目 他又回来了是吗 老李 你记住 以后我定了的事千万别改 咱们现在已经开机了 没有他的位置 你一定要坚持原则 不然以后有的是麻烦 行吧 学任会主席 还让别人给教育来 这已经不是学校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也别生气了 反正人都来了嘛 大不了我多花点时间 在现场 把雷导演伺候好了 你是咱们团队的骨干 你有很多时间 可以浪费吗 弘定的外财怎么样了 我让冬子去了 冬子 冬子怎么了 他业务不经 你不知道吗 你看看他这两个月的考亲 小谷啊 你在学校是剪的什么 毕业以后 又去了青天修炼 是能力是没问题 但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嘛 大家都是同学同事的 能不能给点进步空间啊 老李 这完全是两码事 容思伦 是我在星天整整一年 积累下的唯一一个明星资源 你心里没点数啊 人家是讲义气 不要一分通告费 挤出时间来让咱们去拍 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因为咱们第一期 节目的初始流量 就全靠他了 我到云海比你早一年 台里的重要任务 我不知道吗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永远拿工作照顾人情 关系看得比正事都重要 不是你吗 什么叫一直啊 不是吗 毕业晚会 你为了院系关系 你挪来挪去 最后这个晚会 办得跟个拼盘似的 原来是因为这点的月是吗 当初我同意秦晓鼎听你 南晚会的主持人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介意 合着你一直心里记着这事 是吧 不是 你提秦晓干嘛 你提秦晓怎么了 小五是弄人吗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 东子外采 最好别出什么差错 今天出的一切问题 咱们弄完节目之后 开会检讨 顾小五 你可千万别成为魔鬼鱼啊 成为魔鬼鱼 一切都是我最大的愿望 就这么多了 不错不错 怎么还打着水印啊 这儿也没有外人 我们公司的规定 素材必须要降低清晰度 打成水印才能拿出来 再说了 沈总 咱们不是还没签的吗 这个许总不会再谈别的家吧 是沈总你现在 在我们和星天之间选的 那我们还不能看看别家了 今天拿魅力远航二跟我谈价钱 我真是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许总你应该清楚 国内的视频网站有一个算一个 爱飞最适合你们 这我可不敢说 一切交由我们家淳于总判断 行 样片我已经看过了 要不咱们现在就签个意向协议 把这事定下来 看那篇PK 不是你们爱飞和星天都支持吗 不影响PK 我就是想齐田确定一下 这个就别再找别人家了 现在签 可以 加钱 在开我玩笑 沈总想提前锁定 可不就得价高者得 我先走了 咱们PK的时候见 好 好 许少慢走 好 喂 你好 是布总监吗 我是沈程 您好 是这样 你看你能不能有时间 来一趟爱飞 咱们谈一下节目合作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沈总 我们的节目已经 务必给我这个面子 不管成不成 咱们来谈谈 好 那好吧 好吧 沈总 好的 那我明天上午等你 好 好的 沈总再见 怪事真多 怪事真多 您好 您拨打的变化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sorry subscribe 我今天要跟他一遍 我一遍 我我们都会拍摄你 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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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别人 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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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尘埃 一颗星辰醒来 窗打开 放进来阳光大海 把糖果藏进口袋 穿上白色裙摆 解开黑色发带 我在人海中独自走来 盛开 So beautiful day So beautiful day 红尘青苔 一个热碗覆盖 谁是谁的遗忘 So beautiful day 最后告白 最没期待 So beautiful day So beautiful day 红尘青苔 一个热碗覆盖 谁是谁的意外 So beautiful day So beautiful day So beautiful day 红尘盛开蝴蝶子蓝 沈总 陆总 您这过来也没跟我打招呼呀 落大明星 好家伙 沈总 久仰了 有识远迎 有识远迎 你看这过来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 红毯铺上啊 来来来 几位女士坐 沈总 沈总 先看了春泽的数据 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想必是对我们星天开发的节目 有什么误会 怎么会呢 所以今天我带了我们的核心明星 和重要数据 来给沈总说明一下 重要数据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星天的签约估稳公司 粉团公司 粉团科技的总裁 艺人大数据专家 吉秀小姐 沈总 您好 你好 粉团科技为我们的脱口秀 提供了整套的艺人方案 包括不同艺人之间的 叠加效应 这次 我们以我们的话题女王 洛林为中心 交叉配合不同的艺人受访 相信效果不会比 阿什利贺德的效果差 而且会更好 我听说 沈总对我的脱口秀 就不大有信心啊 怎么会呢 在过去的一年 我在M1卫视 做过几档谈话节目 沈总不妨找来看看 每一次 都是第二天微博的话题头条 是是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每次的话题 都跟淳云桥有关系 当年淳云桥把我捧红 到如今我也只是想证明 我也可以捧红他呀 我看我 对对对 还有这种大明星真是 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 说实话啊 陆总 我真没想到 你们现在做事能从数据出发 真的 这就对了 我们做互联网出身的 只看数据 很多现在制作公司的理念 跟我们合不上拍的 如果你这个足够科学 我拿给大老板看 很容易得到支持 加钱也不在话下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爱飞也有专门的 第三方数据分析服务商 这就是服务商派驻 在我们这儿的网络工程师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陈子汉 陈光 你好 我们是同行啊 我觉得你肯定是 不太认识我们这个大明星 骆琳小姐 名字听过 不认识 我对娱乐球不感兴趣 典型的黑客宅 你好帅啊 好帅啊 她长大 星天的数据我已经给你传过去了 你过一下目 然后给我个意见 是星天公司 陈光 知道我们星天公司 名字听过 好的 那就这样 那行 等我们这边有了结果 再通知陆总 跟 罗大偶像 好 那我们就不多耽误了 好 我刚刚在上来的时候 有两个狗仔在跟拍我 我想等我的司机 把他们甩掉之后再下楼 不知道方不方便 借您的贵宝地用一下 太方便了 想喝点什么我亲自作陪 那倒不用 我做一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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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送你们 好 您好 我跟沈程先生约了九点见面 不许要顾总监是吧 沈总交代了 让您来了就进去吧 这边请 谢谢你 你 你是 布小谷 你就是布小谷呀 你认识我 我跟王尔谢灵 他们都很熟 这两位老师 也都说起过我 对啊 他们说 你跟淳于乔的关系 不一般呀 就你 就你 你应该知道吧 我跟淳于乔的关系 比你更熟 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我来这儿开会 你在这儿干吗 我是沈程的情人呀 沈总找我做脱口秀 我还在考虑呀 当年醇余桥 就是这样追我的 赶我捧红 她为了爱我 她得连半条命都美了 哎 也不知道这个沈总 能做到她几分呀 你们俩的事 早就过去了 你赶紧忘了吧 别就是那点情商不放 隔三差五做药 别人还得过日子呢 你赶紧翻篇吧 沈总要是不再 我就先走 你当然得走啦 这个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有些事 不是人人都能够得上的 爱飞这边的玩家 是陆潮 是淳于乔 还有我 这盘棋你可下不了 那我的节目 要是上了爱飞网呢 你不用担心这个 根本就不会发生的 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没错 好 行 那就这样 老大 你一直在这儿啊 老大 都是我不靠谱 害得您要加班 我哪儿好意思走 我相信你 你不是不靠谱的人 其实这次这个事吧 肯定是有内情 不是普通的排查 能放得住的 但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 那给你个机会 跟我一起 把事情拧回来 我先回当家 你去订深圳的机票 深圳 对啊 深圳 我深圳有朋友告诉我说 那边有个器材展 今天是最后一天 有一个新的设备 明白 阿姨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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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化妆机 我说的 我说的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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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 我说的 阿姨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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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视频怎么回事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视频怎么回事 小武器 别着急啊 那个 有疯狂的粉丝 扯坏了容思伦的戏服 然后还抢走她的贴身项链 后来容思伦工作室和新天经济 已经发了我谴责了 这事是我们干的对吧 也不能说是我们 是东子他自己 他在横店碰到了粉丝旅行团 然后就吹牛说自己能碰到明星 然后他就收了点钱 这事是你那儿呢吧 我已经跟东子说了 我说你去道歉 就是下跪道歉 也得把这事解决 我跟他跟他说完了 你刚刚说 不用回来了 开除 开除 没这么严重吧 严重 老李 你知道什么是严重吗 容思伦没有报警抓他吗 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啊 你还要报警 还要提供证据是吗 行了 老李 有理吗 是 我是没脸 他说的是人话吗 东子是理亏 但有你这样对待自己兄弟的吗 我团队里没有兄弟 只有制度 老李 我告诉你 我不想在魏扑跟你叙旧了 也不想再给你回忆校园往事了 我也不想在公众场合跟你 聊些根本跟工作 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云海新媒体部的制度 是我们大家一起对的对吧 每一个人当时都没有异议 那就要地折不扣地遵守 没有一个人能逃 跟这件事情相关的每一个人 都要负责任 每一个人今天晚上 交出自己的定责报告 该停职的停职 该扣钱的扣钱 东子离职的任件事情 我们会亲自跟卓所长报告 晓晓 别哭哭啼啼的了 继续拍摄 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好了 干活干活干活 我觉得如果你转到爱飞平台 跟春泽的节目 做一个绑定联合营销 可能会不错 这只是个小想法 做不做都行 你看吧 我在机场 去深圳 只能回来再找你了 想你 师傅 慢慢快一点 谢谢 小谷 林姐 老大 我出去打个电话 行 去吧 怎么了 怎么突然去横边啊 我得去找荣思伦道歉 不然他可不能原谅我 出什么差子了 就算他可原谅我 我们这期节目 肯定也录不了了 因为他现在的粉丝 正在查到底是谁 在冒犯他 我看查出我们 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青山绿水 这个做了三年的品牌 就被这么毁了 我对不起荣思伦 对不起龙子文 对不起卓大长 对不起所有人 好了 别这么说自己 去掉有荣思伦的部分 你们这期节目 彼岸云还会给你们 首页推广吗 恐怕不行了 彼岸云的推广制度特别严 他们按小时计算 初谁样片决定推广层级 本来有荣思伦的方案 我们能上一天小点大图 现在恐怕 小点大图和小图推广 流量差了百分之七十 这么多啊 怎么 好了好了 先不着急 我没法不着急 这期网络版的青山绿水 特别重要 如果点击率达不到预期的话 台里可能就要搁置 新媒体站队了 云海内部有这样的压力 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呢 我懂事呗 我不想让你着急 我着点急没事 我擅长着急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只要有二十四小时的焦点营销 你们应该就够了 我转投艾飞网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沈诚沈总有联系我了 她说 可以考虑你们的节目 和青山绿水绑定营销 我觉得绑定 也可以带来流量 如果可行的话 你觉得呢 你们的节目 怎么能绑定我们的节目呢 为什么不能啊 节目内容不合 这个沈诚又在打什么算吧 我觉得这个提议 可以接我们的燃眉至极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可能 艾飞网这盘棋 你还是别下了 艾飞这边的玩家 是陆潮 是淳于乔 还有我 这盘棋你可下不了 为什么我不能下来了 因为我不配吗 各位旅客请注意 MU5361航班 现在开始升级了 MU5361航班 现在开始升级了 别着急 别着急 走了 老大 喂 喂 新子 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荣思伦的事 不是 布小谷现在已经在去横店的路上了 麻烦你帮协调一下 让他一定要谅解布小谷 回头 我们再赔罪 好 老大放心吧 交给我 我好 老大 荣先生那边呢已经搞定了 他让我代问你好 好的 还有件事啊 拜托你帮我照顾小小谷 小谷 小谷怎么了 他又不是没经过这种风浪 应该淡定啊 这件事情对他压力很大 老大 展商已经走了 下一站 如果可以的话 你帮定一下他晚上回去的机票 让他来找你 你陪陪他 行 你放心吧 都交给我 老大 下一站在卡塔尔多航 那边还有一个站栏 真的是麻烦你了啊 还有一个事啊 你要帮留意一下 你侧面地打听一下 云海团队内部的情况 阿飞现在在那边呢 如果是说团队的谋合有问题 你帮忙开导一下小谷 小谷最近好像工作挺忙的 我看他脸色不是很好 你看看能不能带他去吃个消息 什么的 吃他妈的从前下微谷 还有 别跟他提我了 拜托你了 好 没问题 老大 去多哈的航班 现在因为下雨延误了 回机场 好 回机场 这么多年第一次 嘱咐我一件事 用了八十票 秦胜啊 今天可是咱俩单飞之后 头回约会 凯文哥 给你 凯文哥 人我帮你送来了 小谷 小肠 认识了吧 我常驻横店的哥们 我特地让他护送你回来的 肠哥 今天真的是感谢你 客气客气客气 那哥 我先撤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啊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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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 等着 没人护送你 还不肯来是吧 杏子姐姐 今天真是多谢你 帮我跟荣思伦说情 行了 经过去年的事 荣思伦对你比对我更信任 是老大 太谨慎 生怕你受一点点委屈 是他 让你们帮我的 说走嘴 你装得再像点 看不过不说话 不是 布小谷 你做什么妖啊 老大那么担心 新生殖就报表了 早就看出我们小谷 是老大的灵丹妙药 没想到药劲这么大 江湖上闻风丧胆的 铁面无情大侠 跟你好了才几天呢 变得这么人马了 你们 你们最近过得好吗 好啊 特别的好 施姓仪 范洋传媒 高级副总裁 霍凯文 NV传媒 项目部总监 行了 别装了啊 布总 咱们仨淑女生得最快了 有事 真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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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三个老战友 加上成功人士聚会 破事扔一边 咱们得高兴起来 对 对吧 对 对 喝一个 喝一个 你你你你你算了 有人嘱咐了 不如能喝酒 是 喝水就行 那你喝水吧 喝水吧 来 干杯 来 干杯 说 舅 我到爱飞了 你那边怎么样 我也快到了 现在再做最后的剪辑 那个欧洲公司的 恢复设备真能给力 别提有多惊险了 我们在机场找到他们 幸好他们的航班延误了 整整弄了两天 我都以为不行了 没想到今天一早 把最终的修复板给了我们 也不能完全修复 所以我删了一些素材 现在再重新合成输出 好好好 那太好了 那我在这儿等你们啊 亲爱的 你真棒 闭嘴 陆潮也到了 上去吧 你先去 我要回去睡觉 那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沈总 许少永远那么帅啊 好 二位都很准时 今天是交干件片的日子 我再多聚嘴 非得做这个批判吗 如果能和解的话 爱飞真的愿意 跟二位都合作 星天的样片 本来也不是我们要批判的 不过 我们一定会赢 先生 来 trout 我回来了 现在回家要换个衣服 你在哪儿啊 世纪帅男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了 所以我就想着 在这儿等你 天天对不起了 我当时乱了 是我做得不好 怎么老这么说自己呢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我跟你待了这么长时间 浴室还是这么不冷静 太丢人了 对 我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男朋友 这样 不是老师 不是老板 也不是竞争对手 所以呢 你没必要总是说 自己做得不好 尤其是在我面前 不需要 我也一直担心这个 可那已经成习惯了吧 从我在学校的时候开始 我每次看到你 或者看到你的照片 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然后给你看 我现在不看这些了 我就看你开不开心啊 生不生气啊 有没有烦恼啊 我也一样 在你面前 我也不完美 只是在你面前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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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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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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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让大家紧张了 但是我们按时完成了拍摄 大家辛苦了 虽然我们这期节目 没有荣思伦 没有任何明星一人加盟 但是我会想办法达成流量目标 布总 同事们已经坚持完成了这期节目 大家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接下来的事你自己努力吧 你们是什么意思 老李和一帮同事想跳 少曹 我知道你的理想是变成魔鬼鱼 我得恭喜你你做到了 但你已经不是我们之前喜欢的 和认识的那个布小姑了 有你控制的这个新媒体部 也不是我们当初想加入的那个云海台了 行了吗 老李 你很爱这个贫穷落后的云海台吗 有人出更高的工资 你们想跳槽无可厚非 干嘛说这些我都没打 更高的工资我以前得不到嘛 当初我们进入云海台 是为了理想友情和快乐 不是给魔鬼鱼第二当奴隶的 也许我话说重了啊 像这样六七无认的团队 我带不下去了 我想知道 你们要去哪个公司呢 请问哪个公司 会把人情和快乐摆在工作前呢 秦销的公司 地铁S分中营销 综上所述 网络新媒体 要消灭传统媒体的预测 应该是恐慌过度了 媒体的融合 应该是未来 立体传播发展的方向 但归根结底 大众并不关心 传播方式的新与旧 大众所需要的 永远是内容好看而已 方教授的观点 站在传统媒体的角度 还挺乐观啊 沈总啊 我的观点 对你们网络媒体来说 也是乐观的啊 我这儿有个案例 想请方教授指点一下 好 请 这个 是我们爱飞网昨天 同时上线的 两档综艺类节目的 点击率走势图 大家看一下 红线所代表的节目A 制作方完全按照我们爱飞 大数据提供的观众行为分析 对节目的节奏 做了精心的把控 几分钟一爆 几分钟抒情 几分钟重复 一切都精准 而且播出之后 与我们多年的经验 所预测的完全停止 点击率在第一天一路冲高 第二天有所回落 停留在了一个稳定的位置上 走出了一条完美的热播节目曲线 大家再来看一看 蓝线所代表的节目B 制作方完全忽视了我们提供的 数据分析逻型 不走寻常路 制作人主要采用了一种 个人化的思路 制作了一期反市场热点而行 充满了艺术气息的 新型综艺类节目 仅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我还挺喜欢 也很佩服 但问题是 仅上线的第一天 第一天啊 点击率就完全遭到了压制 观众不买账 在我看来 这两个活生生的案例 就是互联网思维 如何改变传统思维的例证 以我多年的经验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现在的观众 是可以被数据化的 我不知道方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再看两天 你看我如此真诚地拿出了 一手的数据 而你们的方教授 却在跟我打太极 我再给你们透露一下 其中一个节目出自于 一线制作公司的作品 另一个节目出自于 贵校传媒学院优秀校友的作品 那你是说 一个是星天的作品 一个是淳于乔 春泽公司的作品 从我们官方的角度来讲 是不只能道信 但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 那您就说说 哪个是哪个 蓝线是春泽公司的作品 说对 沈总这是在给老方挖坑啊 结果没挖成 好 其实呢 我只是对淳于乔 校友有所了解 以他的个性 不会按照别人提供的数据 进行这种 傻瓜式的开发 方教授的意思 星天是傻瓜吗 坑太多了 坑太多了 我是一介书生 不在商界 就是说错了话得罪了人 也不会损失真金白银 你们啊 想去传就去传就啊 好 今天的课怎么样 觉得有舒服吗 有 方老师 咱们再见 再见 方老师您好 木娜 对 是我 咱们好久没见了 是啊是啊 欢迎你回到学校啊 我听说你跟 布小谷在一起工作 对 我们在一块儿 其实今天这么冒昧地 找您也是因为 我们跟小谷在工作上 出了点问题 好 别着急 慢慢说啊 走 你的数据分析模型不错啊 很多同行都很感兴趣 还有人向艾菲来买数据 这次对春泽和星天的概念片PK 预测得很准确 证明了你的实力 我正在跟你们老板联系 准备续约 跟我去星天开个会 好 你啊 跟老师科技什么呢 回去跟小谷说 有什么事情啊 尽管来找我 好 那再见了啊 方老师 拜拜 台长 这次团队分裂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这次离开的人 当初都是我从传媒学院 亲自招来的辟生 本以为他们会 认同我们英安的理念 没想到 还是抵不住 高兴有过的现实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主宰 谁留下心主宰 越亲密越伤害 过程或好或坏 回忆不曾留白 对未来的慷慨 谁给出火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都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